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回答这里 我们再看看 检查的概率等于W加F分子H 偷懒的概率等于W加F分子C 如果在这样一种检查和偷懒的概率上面 那么对于雇主来说 检不检查是一样的 对雇员来说偷懒和不偷懒的期望数据也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对于雇主来说 看到没有 雇主不检查的期望数据是什么 等于-W乘上偷懒的概率 再加上V-W乘上一减不偷懒的概率 对吧 那么这是α 这是β一减β α一减α嘛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V-W乘β加上V-W乘上一减β 好 那么等于多少 故估子的期望数据等于多少 等于你看没有 -Wβ加上V-W一减β 对吧 在这里啊 这里一样啊 那么等于多少 等于V-W-Vβ 好 大家注意看啊 你们注意到 对于雇主来说 雇员来说 他是偷懒和不偷懒是一样的 所以他不偷懒的话 就是W-H 没有问题 那么关键是雇主 雇主如果说 你看他是希望什么 是V-W-Vβ 大家注意看啊 你们看 叫做V-W-Vβ 大家注意什么呀 你说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你们发现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就是雇员给雇主创造的贡献 减去什么 他的工资 这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 你那个贡献是一万 工资 然后说是五千 对吧 工资是五千 好了 那么雇主通过雇佣你 可以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赚五千吧 对吧 但是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还要讲的东西 那是在你不偷懒的情况上面呢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偷懒的概率嘛 成事上什么 你的贡献吧 如果你的贡献是十万 一万 如果你偷懒的概率是十分之一的话 那怎么样 就干十天活 一天不干 那对吧 这个做啥 这是一万 成事上三分之一 对吧 这就是你偷懒给雇主带来的损失 对吧 因为你偷懒了嘛 所以这部分工资就没有了嘛 所以雇主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等于V减W减V β 反过来也可以证明一点 如果监督是没有成本的 如果你一旦偷懒 谁是可以被发现 那怎么样 那这个β怎么样 是不是为零了 如果β为零的话怎么样 那么这个就没有了吧 那就是 雇主就是变成V减W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就如果雇主 有一种办法 能够降低对你的监督成本 那么对雇主来说是有利还不利的 当然有利啊 对吧 其实我告诉你们 自动化生产 对吧 就机械化生产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大大的降低监督成本 就用机器来监督人 比人监督人怎么样 往往是更有效率 对吧 那么你说用脑力生产的时候呢 如果脑力扰动者怎么办 我发现就是脑力扰动者啊 有的时候是不是很难监督 你是想想问题 你在编程 你在想考虑问题 是不是很难监督 那么这个怎么办 我就发现就是 一般来说就是那些 你到那些office上班 不是在厂里面上班 厂里往往是用机器来监督人 office里面上班怎么样 我发现很多公司怎么样 他们往往用的什么 是这种大开机 它不是怎么样 就是每个办公室 好像都关着门的 它是什么大开机 然后一排一排怎么样 这样一排一排 对吧 然后它就是格子 一个格子格子格子 就这样 比方这样是格子 那么一个呢 当然你说那个CPD 那种租金很高 大家要挤在一起 利用空间 还有什么好处 容易监督 对吧 然后怎么样 这些员工们 在这里 然后老板呢 可能在里面这一间 在里面这一间 然后怎么样 这里还装个玻璃 这个玻璃呢 它可以看出来 你看不进去了 对吧 所以你也不知道老板 到底在没在办公室 有可能他不在 你以为他在 你还是老老是干活吧 对吧 其实很多这种办公场所的设计 他也是要方便他降低 对你的什么 这种成本 即便他怎么样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他至少很容易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在想事情 是吧 你到底有没有来种 是看得很清楚吗 所以怎么样 所有能够降低监督成本的这样的工作 事情都能够提高雇主的收益 对吧 所以我有一次 那十多年前来 给那些企业老总们上课 一个直江永康的老板 我们直江永康的 他听完课以后怎么样 后来我在第二年碰到他 他说我听完课以后 一回去以后 就在我们工厂里面怎么样 装了三个探头 在这个缺件里面装一个探头 他说这样的话 我那两个监工就可以把它开了 不用监工了 他说我用探头 然后录像 对吧 你就很清楚 到底谁在偷懒 谁在不偷懒 对吧 他说用探头的效果 要比怎么样 比人监督的效果怎么样 成本要低 对吧 而且他那个二十小时工作 也不用 给他喝水 什么的 也不要给他钱 就买了以后 就装了你 他说用探头 要比怎么样 用人来监督人怎么样 效果还要好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 V减W乘上VW 我们再来看 那么W等于多少 W等于多少 W等于 BET等于多少 BET等于什么 W加F分之C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见没有 那么固主的期望收益 就变成什么 变成是V减W 乘上V 乘上V 乘上 一减W加F分之C 好了 那我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说 如果你做一个老板 你要雇一个人过来 他给你的贡献是一万一个月 一个月 如果低于两千块钱 他就不干了 你到这边去干活了 两千块以内 就H等于两千 V等于一万 那你说 你给他多少W 给他多少W 如果这样的员工 他最少的两千才能干 他能说出价值是一万 给他多少钱 你给他多少钱 肯定是在两千和一万之间 对吧 那你说给他是八千呢 四千呢 两千五呢 还是两千零一块 按照以前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说要给他多少钱 马克思说 老板会给他两千零一块 对 这就是什么 剩下的部分都归钱 V-H是什么 就是劳动力的生育价值 什么生育价值 你最少愿意两千嘛 你创造的贡献是一万嘛 所以一万到两千 这个八千 就是你的生育价值嘛 按照马克思里的 这个生育价值都归谁了 都归资本家了嘛 给你的工资了嘛 给你的工资 他尽可能少 有刚好不会走的那个工资嘛 不就两千零一块嘛 因为第一两千你就走了嘛 不就给你两千 过来两千零一块嘛 但这个有个前提是什么 这个前提是什么 是在你没有监督成本的情况上面 懂吧 如果监督是没有成本的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监督是有成本的 特别是脑力导动者的监督成本 是很高的 体力导动还容易一点 继续来监督人 那么如果监督有成本的怎么办 那你说这W是多少 W肯定是在两千和一万之间 那么更接近一万啊 还更接近两千 更接近哪个 那我们看这里嘛 你的希望收益不是 V减 W乘上V乘上1减 C 分为W加F分之C嘛 好了 那你说啊 在这个公司里面 我们大家来求一下 你们要求一下啊 你们来算一下 就当V等多少的时候 哦不 当W等多少的时候 对于雇主来说 他是最有利的 啊 对 是吧 你知道一阶导数可以求啊 一阶导数怎么求 那 无非这个东西对什么去求一阶导数 对什么去求一阶导数 对W嘛 好 那对W去一阶导数怎么样 那这就是零了吧 这是负一了吧 对不对 然后这里再求个一阶导数 这个V乘C 这个也是零嘛 那么就是VC嘛 是吧 VC加上呢 加VC 括号 W加F嘛 所以怎么样 一阶导数做啥 一阶导数算出来以后 那么一阶导数为零的 结果是什么 有没有算出来 算出来了吗 刚才已经从这边讲了 那就是 根号VC 和CV 减去的吗 那就是 当它的支付的工资额为 根号 我们CV 减F的时候 雇主的期望数据是越大了 那么这时候它的期望数据呢 等于V减这个 对吧 这个W嘛 V减W嘛 对吧 那再讲这个 那么雇主的期望数据是不变的 对啊 就是雇主的期望数据 只要他不偷懒 他多少 他一定是W减一区的 对吧 你不管你减不减他 我只要不偷懒 你就这样的吧 所以雇主的期望数据 一直都是W减一区的 那么雇主的期望数据呢 是吧 它是跟没有关 跟F有关 跟V和C有关 好 那么总的期望数据是这么多啊 就是总的期望数据 看到没有啊 总之后什么 就是V减H 这就是剩余价值 看到没有啊 是不是剩余价值啊 你最多愿意两千块钱工作 而实际上你创作的价值是一万 那么这是你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以后 再减什么 减掉了这个偷懒 所带来的这个损失 你不是还要偷懒的吗 那么偷懒是有损失的吧 那就是偷懒的损失 对吧 哎 这就是偷懒的损失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有这个公式以后啊 你就容易算了 第一 雇主的期望收益 会随着F的增加 什么 增加 就什么意思啊 有了F以后怎么样 F越大的话怎么样 它就越容易什么呀 惩罚你 惩罚力就越大了 你再来给你偷懒 我把这个押金也给没收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押金越大 就是你被什么 无人要被套了 对吧 所以F越大 对吧 它的期望收益越大 因为它F越大以后怎么样 一旦你偷懒 它惩罚的力度又大了 那么你这样的惩罚的 你的偷懒的概率怎么样 会下降 那么偷懒的概率下降以后 它的检查概率怎么样 也下降 所以它的期望收益会增加 那看这里吧 对吧 然后呢 雇主的期望收益呢 雇员 雇员的期望收益怎么样 F的 雇员在哪里 雇员它这个应该是 雇员因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F如果增加的话怎么样 工资会怎么样 所以会变小 对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 相当于什么 你有抵押金 押金在我这里 那怎么样 那么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更少的工资 就即便给你更少的工资 怎么样 你不会 会不会 那工资越少 不是越容易偷懒吗 但是因为你有押金啊 所以我们最后看什么 就看你那偷懒 不偷懒 是看什么的 看那个W加F分之C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偷懒概率 等于是W加F分之C 如果这个F越过越大的话 对吧 那么当这个W再小一点的话 那你偷懒的概率也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说 这个押金增加一千 对吧 那工资减少一千 那么总得了吗 你偷懒的概率也是一样的嘛 对吧 所以像中期化下面的人啊 就是说 如果说 大家注意啊 总有什么道理 你们如果以后去应聘一个单位 他说要收五万押金 一个是不要收押金的 如果工资一样的话怎么样 你选哪一个 不收押金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收押金的工资还在高一点呢 去那个收押金呢 对吧 就这里面你就有个选择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说说 你如果押金如果越大的话 这个工资其实 表面 我这次我看一下多 但是怎么样 那么这里面就说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可以给你一个更少的工资 对吧 第三 还是后面 这个押金 对吧 总的期望收益 就总的期望收益 跟什么有关 总的期望收益 对吧 和支付的什么 你看总的期望收益 跟什么有关 跟这个 你的贡献大致有关 跟你的劳定机会成本有关 还跟什么 跟你的 就是兼职的成本有关 对吧 就三样 跟什么有关 跟支付的工资 和迪爱天大小无关 大家注意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看这个工资 这个工资很要紧 就是说 在双方的博弈中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就是说工资等于什么 工资等于 我们的C乘乱V减F 那么总的收益呢 大家看总的 总的等于什么 总的等于是V减H 我再写一下 再减根号C和V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 就是总的 对整体来说 只取决于什么 你的贡献 机会成本 和你的什么 劳定的监督成本 就是你的工资 监督成本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你的H 你看这是H 这是V 比方说V是一万 还是一万 H那是两千 所以怎么样 所以工资 它取得这个点 看怎么样 不管在哪个点上面 对吧 它无非就是什么 就是你跟过谱之间的什么 一个分账 对吧 就怎么来分这个监督价值 你的监督价值怎么来分的问题 对吧 跟总收益是没关系的 包括这个F也是这样 F也是这样 对吧 就是总的期望收益 只跟贡献 机会成本 和监督成本有关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 让它写论什么呢 如果这个监督成本越低的话 如果监督成本越低的话 怎么样 那么它的工资怎么样 越大越少了 如果这个C越小的话 整个工资怎么样了 一定是越小了 就什么意思呢 大家懂个什么道理 你们要找一份 更容易被监督的职业 还是更不容易被监督的职业 更不容易被监督的职业 懂吗 这样的话怎么样 你的工资会越高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我们这里 有没有一个职业选择 大家自己看啊 比方说我跟企业老总的上课 我就问他们个问题 我问你们也一样 你看啊 你们猜猜看 你们估计一下吧 在企业里面 比方说有两种人 一种呢 是做技术的 对吧 技术联工程师 做技术的 还有一种呢 是做销售的 销售的 销售啊 销售对吧 销售 我问你们 你们说 做技术和做销售的 谁对其他贡献的呢 谁是贡献的呢 做技术的还是做销售的 做技术的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以后都是做技术的 你问我那些哪种呢 他说哪个贡献的 我跟你说 一般而言 我在观察 如果是生产资料的话 可能做技术的 贡献会更大一些 如果是生产消费品的话 做销售的贡献怎么样 往往会更大一些 对吧 好了 那你说 谁大也搞不清楚 就算一样大吧 好 你也是费 我也是费 一样 都是费啊 好了 那你说 做技术的和做销售的 谁更难以监督 往往做销售 对吧 他到处跑 你不能跟着他跑啊 到处跑啊 今天起来吃饭 明天跟人谈业务 对吧 今天在这里吃饭 明天在这里吃饭 他满自家跑 你还能监督吧 是不是 这个监督成本就比较高吧 好了 那么好了 那你说 这两类人 往往在企业里面 鞋的收入更高一点 对 我普遍的发现 在一个企业里面 做销售的 销售人员的 平均收入水平 那比技术人员怎么样 糟糕 对吧 不过IT行业可能不一样 用IT行业 这个监督成本怎么样 那是很高 对吧 不要你要开发软件 这个东西 这个监督成本 那也是很高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发现什么现象 就监督成本越高 你看 然后说 这是H 这是W 这是V 这个W 对吧 W跟什么有关 跟这个V的大小有关 V如果越大 这个W又往哪边移 为哪边移 这个V如果 这个C越大 W又往这边移 还是往这边移 C越大的话 是不是又往这边移 对 如果你越是男人 被监督的 就越往这边移 越容易被监督 越往这边移 对吧 当监督是没有成本的时候 那你的工资就是H 对吧 当然如果老板 完全无法进行监督的话 那只有给你全部的收入了 对吧 所以从这点说怎么样 对于雇员来说 要从事一个怎么样 更难以被监督的职业 对吧 对于你来说 是有助于提高你的收入水平 像是当老师 什么之类的 校长就很难监督我们 对吧 对不对 因为你偷懒很容易 除非给你更高的工资 你不好意思偷懒 再过个教师节 什么之类的 对吧 来进行道德教育 什么 你发现没有 其实一个什么 越难以被监督的职业 越需要我们这高信仰的 越难以被监督的职业 越需要职业道德 教育 医生 医德 教师 师德 官员 官德 什么 因为怎么样的话 他无非也是通过这种道德感 来降低对人的 什么 监督的职业 有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个押金 他往往是这样的 你有发现没有 有了押金以后 对谁有好处 对老板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因为押金越多的话 对吧 你就越不能给你偷懒 越偷懒 你要一旦偷懒的话怎么样 他会给你更大的惩罚 他说你要败的 那个押金全没了 所以怎么样 所以那么他怎么收呢 他一般这样收 有的时候给你晚发一个月工资 他怎么样 你发现没有 就世界各国的企业都一样 怎么样 你的贡献是随着你在 不要说你的贡献是这样的 你看 你们刚工作的时候怎么样 你对企业的贡献是比较小的 那时候虽然你年轻力壮 三个通宵没问题 但是你缺乏能力 没有经验 所以你的贡献是比较小的 所以他年龄的上升 在公司时间长了以后怎么样 你年轻力壮 然后经验又丰富了 这时候你的贡献是很大的 但最后来呢 你虽然经验越来越丰富 但最后怎么样 叫心有力不足了 最后怎么样 你甚至开始饶眼昏花了 所以有个行业 我们叫吃青春饭 IT行业 你二三十岁 三十岁编程 四十岁以后再去编程的话 就很累了 甚至编不动了 那怎么样 那你的贡献就开始下降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雇员 对企业的贡献 它往往什么 它是一个费费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企业给员工赴的工资 它怎么样呢 它一般就是逐渐上升了 叫年工序列 就什么意思啊 就像我们在这儿当老师一样的 刚进来的时候 身体有好力 说话声音很响亮 连上上几千课都没问题 这时候怎么样 但是能力不够 要上好课还难了 你上几年以后怎么样 那些还很好 但是水平也提高了 但到这一年大了以后怎么样 你可能就上不动了 但是我们的工资怎么样了 是不是也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吧 你们以后到企业的工资 往往怎么样了 它是这样的 对 好了 你就发现怎么样 这部分什么 这部分就是你的 叫的压制 一开始的时候 往往什么 就你的贡献是大于你的所有的 所以我发现 在企业里面我们最后调查 年轻人对工资是往往代入不满 对吧 而且都越来越年纪大的人 活不得我们干的 全部都他们拿的 很不爽 对吧 那你自己交流压制以后怎么样 那么到后来呢 你虽然能力下降了 但是怎么样 但是你的工资还是上升的 就这部分 就把这部分给取出来了 所以我就发现怎么样 就一般在公司里面 流动性比较大的是什么呢 年轻人还是年轻人 年轻人 对 如果一般如果再干个五十年 五年十年以后 如果还不走的话 要再走起来正常了 对吧 因为那个压制你交了很多了 对吧 你要等着这时候把它取出来 它后来取得很爽嘛 你活干的时候 对吧 你看工资又高 一直想学下去吧 不行 必须要退休 对吧 就到六十岁一定要退休 那你知道老师 你再怎么样 也不行 一定要退休 对吧 所以长子退休 他也似乎他 为了房子 你过多地去取这些压金 对吧 他要退休 那么知识这里面怎么样 就是代表着一种 就是他这里面怎么样 这样的安排 对于提高企业的效率 是有帮助的 他可以降低什么 建筑成本 好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吧 你们说 在你们毕业以后 有两个公司 都愿意要你 一个公司 它的起薪 是两万 但是呢 它涨基本上每个月 每年涨一千 还有个公司呢 起薪只有五千 跟两万 那就差很多了 但他告诉你 每年涨三千 你怎么办 你选哪一个 你选那个两万起薪 一年涨一千的 还是选那个五千几千的 每年涨三千的 你以后 我先到A公司 过两年再跳到B公司 什么可能 你跳到那以后 谁从五千开始涨啊 有没有 你就涨上去了 我就发现了 你有没有觉得 我注意到什么 我以前的学生 在哪里啊 在我们杭州夏沙 东芝那个企业 就是那个笔记本电脑 那前两年 有时候他来看我 他跟我聊起来 他说啊 他日本那个企业啊 起薪就蛮低的 对吧 他开始就不愿意去 他说起薪比较低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怎么样 但是如果一段时间长了以后 怎么样 他涨工资还涨得挺快 他就跟我讲 他说刚毕的时候啊 他说我的同学们 都拿的比我多 让同学聚会 我最后还没面子 老是找不到机会买单 他们的钱我拿的太少了 对吧 他说现在什么呀 七八年过去以后 怎么样 都我开始买单了 因为现在我拿的比他们 没个人都多了 就发现什么呀 就现在有两种情况 就说 你们发现没有 这是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啊 你看啊 这个 有一种呢 它的起薪是什么呀 它这样 就是说 对吧 还有一种呢 它是这样 虽然起薪很低 它涨得很快 如果起薪高 它涨得慢 然后这是 咱们说这是A 这是B 哦这是B 那么你们会选哪一个 哪一年是吧 三年一年还是五年一年 对不对 咱们说五年吧 就算五年吧 或者十年 那不是 你是更愿意选择 起薪高的 涨得慢的 还是起薪低的 涨得快的 你清晰哪一个 高的 对 我个人的建议啊 还是 选择 那 涨得快的 起薪低的 我跟你说 人啊 它往往都是 很短次的 我们后面还会讲 淘价还价的时候 讲个贴线令 就是人啊 一般都是很看重 眼前力 而不看就是长远力 对吧 所以一看 收入这么低 对吧 哎呀 算了 别干了 对吧 那怎么样 就是人一般都是短次的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起薪高的地方怎么样 我哪有看高大 就是竞争很厉害 另外一个 其实它最后怎么样 它最后一看 虽然一开始的高 但是后来怎么样 长得满 看起来好像开始低 但是它结果长得很快 对吧 所以怎么样 所以起薪长得快 那个时候怎么 它算在一开始竞争的时候 不理解力 人少啊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 但是以后怎么样 它会长得很快 对吧 而人往往是很短次的 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怎么 就阿里巴巴那十八个人的故事一样 一开始就长几百块钱 对吧 但是他们想到以后 一定要如果坐起来以后 会增加很快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看着眼前 还是长眼 你要看着眼前 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 对吧 那干脆怎么样 不干脆 就走了吧 对吧 然后等到三年二十年以后 你发现 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吧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接下去要选专业一样 已经选了 你们已经选了 已经选了 你们已经选了 不是有些大一的吗 我说他下学去选人了 刚选过是吧 那我们这个课计下早点就跟你们讲了 大二的还要选了 是的 大一的还没选 大二的已经选了 大一的还没选 那我告诉你们 我们要学什么专业 很简单 选那些难学的专业 因为很难学怎么样 大家都不愿意学吧 不愿意学的话怎么样 那么你的竞争的对手怎么样 就少了 那么你成功的概念怎么样 就增加了 所以我说 选一些难学的专业 读一些难读的书 难懂的书 选一些考试不容易通过的课 那是博人基础的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发现怎么样 成功的路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对不起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上队 下课 谢谢